剛才那個有人打電話來 害我中斷 沒關係 我們來講那個游標卡尺 就是在講這一題 那游標卡尺就是最簡單的介紹 上面的這叫主詞 這叫副詞 主詞又叫本詞 副詞又叫油詞 油 顧名之一它會油動 上面是測量內進的 外面下面是測量外進的 後面是測量哄的 哄的深度 那你看第二十一題 二十一題它說游標卡尺的示意圖長這樣 怎麼看 你看它的副詞的零 對在本詞的二三跟二四中間 這個地方就代表 這個物體的長度至少是二十三點多 再講一次 你看左邊的副詞 的零對在二十三二四中間 就表示它是二十三點多 但是多多少不知道 小數點多多少不知道 多多少看什麼 看副詞 副詞下面是對什麼 哪一個跟它對齊 是二十八跟上面主詞 不管是哪一條線 I don't care 只要是下面主詞的二十八對齊 它就是小數點後的那個數字 二十八 所以這個物件的長度就是二十三點多大 所以這個要選A 這樣子 那 再講一次 尤標卡詞是誰發明的 哪一國人 法國人 大陸人說 法國人 三神 你知道嗎 法國人 他叫做 Pierre Vernier Vernier 中文叫 威尼士 那時候 法國人 Pierre就是那個 Pierre塔的那個 Pierre 那以後你們學 有標卡詞 一定要學喔 知道嗎 這個也是最重要 我們這個課 電腦器器制度 都一定要會 你們將來會有實務策略 一定要會用 這叫做 左對 右起 這個口訣 左對是什麼對 都是看 游標卡詞的 游齒 游齒的0 對哪裡 他會決定 小數點前的數字 右起 游標卡詞的那個數字 對齊哪裡 他會決定小數點後的數字 所以口訣就是 左對 右起 先看左邊的0 對哪裡 再看 游齒右邊 哪個線跟上面對齊 這叫做 游標卡詞 所以 21組就是這個概念 這樣 OK喔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沒有齁 好 那 我猜20題 不太確定嗎 剛才能亂掉 20題就是 游標卡詞 我再講一次齁 游標卡詞 它是上位給你啊 統計 統計 有時候我們擺的過程中 你擺的沒有在正中間 通過圓心 你測量的東西會比較小 你只有放在正中間 測量統計的 內側爪 才會是最大 所以量統計是要量最大級 那如果朝關 用上面的內側爪 如果你放正垂直的話 測到的會是最小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 如果你放歪歪的 可能會放斜 知道嗎 所以測量朝關要抓最小級 測量統計要放最大級 知道嗎 好 再來 22題 22題它很簡單 它這題是在考你光學池 但是很多同學沒有見過光學池 沒有關係啊 它在考你測量那個什麼東西 測系 那你看這些兩句 哪一個可以量測系 就是後寶規 後寶規就是量測系專用的 測量測系 所以後寶規又叫做測系規 那測系這個東西是大還是小的 一定是小 對不對 兩個弓箭配合在一起 測系一定會很小 或者我們可以用測系規 或者是後寶規去量測系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就把第一章 我們所有的統測考題介紹完了 好 同學 目前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班長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那如果你有漏掉的話 我們再自己去看老師的影片 來複習一下 這些對你們將來都有幫助